大家好,我是戴班小雅 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颁奖典礼如约举行 中兴齐聚的红毯比美战场 刺激程度不输奖项角逐 各项奖杯只有一个 但是红毯表现却可以花开百样争其斗艳 1.红毯杀手宁妮 胜利事业线抢尽 宁妮作为本次最佳女主的入围者 身上的光环自然不少 她一席复古绿花恶群出场 显白又极具古典气质 不愧是红毯从未失守的长盛将军 李群身V收腰设计 让宁妮大秀肩颈线和事业线 她的珠宝耳环上也有小心思 专门挑了玉兰花的形状 眼蹄又硬紧 作为一直走在时尚前端的女星 宁妮这次的李群也是本年春夏高定 但从颜色和形式上 有些壮型张于奇之前的嘎那战袍 张于奇更加丰满的身材 引宁妮还呼之欲出 同行李群 两人却不同风格的美 二 白百合粉嫩李群 局部展露性感和妮妮一样敢穿的 还有特邀嘉宾白百合 她一身粉嫩褶皱李群 宽披肩 长裙摆的设计几乎将全身包裹延饰 只有胸口处的V领设计 彩小部分暴露皮肤 仅仅是这一部分的真空地带 就足够有亮点 有噱头了 问红毯最大胆的性感 还是得看白姐 三 关小彤两套李群 李颖过于瞩目 在陆事业线这件事上 新生带小花也不舒振 有十五花扛把子关小彤 这次作为颁奖嘉宾现身红毯 一身挑杀开刹红裙 尖 腰 胸 腿各处尽显小心感 只不过在红毯现场 关小彤的状态就不如精修了 不仅脸上厚重的鼻影过于突兀 肩颈显状 胶部中间的镂空设计 还有些暴露小肚子 好在关小彤的准备不少 到了颁奖现场 她又换了套李群 和张彬彬表演开场 但男生V纱裙 很好的遮住了她的缺点 以上一套好了不少 但是鼻翼的两片黑鼻影依旧瞩目 四 三时而已重剧 童谣毛小彤双星铜矿红毯上 有不少是剧组组团出现 三时而已贡献了最佳女主 最佳女配两份提名 童谣和毛小彤铜矿 就已经看点十足了 童谣作为本次事后的有力竞争者 真穿高奢品牌的百万里群压阵 深蓝色流光花卉长裙 搭配大光明发型 气场十足 童形的毛小彤走的是文静淑女风 一袭白色长裙镶嵌镶空花朵 是与童谣不同的美 五 热衣扎包裹颜色 酷萨西装上阵 另一位事后的种子选手热衣扎 这次不走寻常路 身穿西装三件套走上红毯 虽然没有李群夺目 但是这种反其道而行的装扮 在红毯上反而新奇抓眼 六 琴海桃红造型失败 加重年龄感秦海璐桃红作为资深中年女演员 本次红毯造型坦称低调朴素 秦海璐的藏蓝色衬衫纱裙 颜色显老不说 设计感还略显平庸 直接放大了她的肤色缺陷和年龄感 桃红的肾V旅裙 暴露六肩烈士 远景镜头还有些五五分身材 七 白裙扎堆出镜 吊带 鹿腿割出奇招可能因为是白玉兰颁奖 参加典礼的女星有很多都选择了白色礼裙 红色系造型扎堆 想要出彩就个平板式了 韩松韵作为本次事后的争夺者之一 有提名自然底气族 天珠白闪钻吊带长礼裙 搭配钻石耳环 净显大气优雅气质 她礼裙上的单边飘带的设计很仙气 又是批发造型 容易造成视觉上的头大肩窄 新生代小花孙谦从袖身材入手 白色高开插破地长裙 直接录到大腿根 172厘米的身高很有优势 这双筷子腿就足够加分了 身高不够礼裙来凑 小花徐梦杰十层厚的裙摆成了特色 别的女星摇曳生姿 她抱着裙身上场 还要男扮牵着裙尾 堪称全场包袱最终的红毯造型 江炎也选择了白色礼裙 尽管牵字不变 她两次上场手上都不离黑色胯包 仿佛是重要的摆开道具 阿 拘静衣公主丝绒裙 脸部粉底挑错色四千年美女 拘静衣的每次亮相 多包装精致 这次她穿着粉金色礼裙 配衣酒红色丝绒肩带 长裙摆完美遮掩 完全看不到鞋底高度 她与身边男演员的高度差也并不大 要说唯一暴露的缺点 可能就是肤色不均吧 红毯上她的脸部粉底比脖子还黑 有 乔欣上下失手 礼裙挤出妇辱乔欣的粉色香钻礼裙 我胸家前短后长的设计 上下兜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